狗狗怎么驱虫 王倩 职业寿医师 犬猫皮肤病传染病专科医生 常见的驱虫呢 可以分为体外驱虫和体内驱虫 体外驱虫呢 主要是针对健满 乳形满 皮虫 跳蚤 狮子 等等体外寄生虫 体内驱虫呢 主要是针对于胃肠道内的寄生虫 比如说 公手回虫 腹孔套虫 边毛线虫等等 对于幼年犬建议每个月做一次体外驱虫 特别是夏季秋季节 因为呢 这个时期环境中 寄生虫会大量繁殖生长 6到12个月以上的犬呢 可以3个月一次体内驱虫 一个月一次体外驱虫 如果是治疗性驱虫 时间间隔会更加的短 可能连续一周 或者间隔一周到两周进行一次驱虫 临床上常用的体外驱虫药有低剂 喷剂 体内驱虫药大部分都是口服的片剂 另外呢 也有体内外驱虫药一体的 见影响 明镜汇 产生虫